这只狗把牛当成了妈妈 整整三年都住在牛棚里 白天和母牛一起玩耍嬉戏 晚上就趴在母牛身上睡觉 像个懂事的孩子一样 从来不出去乱跑 时时刻刻都守在妈妈身边 主人说小狗名叫笨笨 他出生后不久 狗妈妈就因病去世了 刚好那时家里的母牛顺利产子 有充足的奶水 主人就把狗狗交给母牛照顾 母牛也很给力 总是躺下给狗狗喂奶 从那以后 他就把母牛当成了妈妈 母牛也接受了这个狗儿子 对他的疼爱 然而好景不长 这对命苦的母子要被分开了 由于主人没有太多精力喂养 不得不选择把母牛卖掉 主人谈回价格后 买家很快上门把母牛迁走了 狗狗没了妈妈 发出伤心的哀嚎 眼泪瞬间躲狂而出 事情来得太突然 狗狗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他越哭越伤心 最终鼓起勇气夺门而出 顺着气味一路寻找 无论主人如何呼唤他 他都没有回头 远柱传来牛妈妈的呼唤 他飞快地顺着声音跑过去 一边奔跑还一边回应 狗狗终于在隔壁村找到了妈妈 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 开心地向牛妈妈撒欢 主人现在也很无奈 没想到狗狗能找到这里来 但没办法 牛已经迈出去了 他只好把狗狗抱回了家 一路上狗狗不停地挣扎 苦苦向主人哀求 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 回到家后 狗狗每天盯着门口发呆 他越越寡欢 不吃任何东西 就在这时 牛妈妈突然出现在门口 狗狗看到妈妈回来 立马跑过去迎接 尾巴更是疯狂地摆动 主人最终还是向狗狗妥协了 把母牛给买了回来 看到他们母子情深 实在不忍心把他们分开 就让他们小妻小爱一辈子吧